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旦爆发了战争,整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安全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,普通民众肯定是希望能够过安稳日子的,但是架不住有些政客希望进一步的扩张领土以及侵略他国,使得人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,如今在那些经常爆发战争的国家,真正愿意贪君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。 大家更希望能够过安稳日子,而不是在战场上过着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,所以这些国家就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方式增加兵力。 美国一直都喜欢挑衅其他国家,侵犯其他国家的领土以及主权,严重危害了他国的利益。 但是现在,美国真正愿意加入部队的人很少,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,他会选择聘请雇佣兵。 如今有很多雇佣兵公事,退入之后的特种兵,他们会为了金钱而加入雇佣公司。 但是有一个说法,那就是,这些雇佣兵虽然都是为了钱,却不敢来中国。 雇佣兵们真的从来不敢来到中国吗? 其实很多人都被骗了,这才是事情的真相。 为什么这些特种兵在退伍之后,会选成为一名杀人如麻的雇佣兵呢? 事实上还是为了钱,成为一名雇佣兵之后,他们的薪资非常的高。 据悉,乌克兰曾经因为国内的士兵素质不高,而且人数不够,选择聘请雇佣兵,他们的薪资高达三万美元一个月。 由此可见,成为一名雇佣兵,对于那些真正需要钱的人,还是非常划算的。 但是雇佣兵在我们的眼中,一直都是一群亡命之徒,生存环境非常危险的。 那么,这些雇佣兵是不是真的不敢来到中国呢? 展开全文曾经有一个传闻,那就是,中国是雇佣兵的禁地。 这些雇佣兵们从来都不敢来到中国执行任务,事实上,这个传闻并不是真的。 中国的,确实没有雇佣兵,但不是因为我国对于雇佣兵的打击力度非常大,而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雇佣兵市场,他们来到中国也没有任何的前途。 首先,就是我国的特种兵在退役之后,几乎不会加入雇佣公司的。 这些特种兵在退役之后,可以加入一些安保公司,而安保公司和雇佣兵公司有着非常大的区别。 一个是为了保护雇主的生命安全,另一个,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人。 其次就是中国是一个向往和平的国家,我国并不会主动和其他国家闹矛盾。 所以说,中国也不会聘请雇佣兵替自己执行一些自杀的任务。 而其他国家,要是想来,要派雇佣兵来中国进行暗杀任务,这也是不能的,因为我国对于武器装备的监管非常严格。 这些雇佣兵之所以能够进行暗杀任务,那都是因为,他们携带的枪支弹药威力十分巨大。 而雇佣兵要是想来中国执行任务的话,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武器装备带到中国。 一旦到了机场安检,就会暴露自己的行为,到时候等待他们的只有铁窗。 事实上正常情况下,雇佣兵接受到的任务都是跟战争有关的,他们一般都是替那些作战能力不够的国家卖命。 中国首先不可能发生内战,其次不可能和其他国家产生无缘无故的矛盾,而且,我国现在的兵力足够应对中大型的战争,是不需要雇佣兵替我们卖命的。 雇佣兵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,而且这群雇佣兵虽然是亡命之徒,但他们更看重的还是利益,如果来中国执行任务的话,把自己的小命丢了,还没有钱,那就是太不划算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